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兄陈学庆陈老师 今天又是惊心动魄的一天 从早盘开高大涨170几点 然后到尾盘收跌下跌了190点 上下的波动高达367点 并且今天收跌地 我看很多人看到今天的一个盘是一定 又感到的一个惶恐跟不安 那么重点是下礼拜还会再杀吗 还会再跌吗 如果有拉回的话 单兵又该怎么样来应对跟掌握 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你一定要知道 这我们真的查清楚 那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几天 台北股票市长上 这一天会的一个这样 连妹的一个下杀的拉回来 其实不意外 为什么不意外 我昨天就跟他讲过了 你看 从小台子的一个多空比来看 你看哦 真的是很有趣哦 当大盘指数在创21937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散户的一个弟兄 在做什么动作 空单回补 反手做多 你没有看错 你没有听错 空单回补 反手做多 补在 不该补的一个高点商 然后做多之后 就是 连续的一个三天的一个动作打底下来 哇 怎么怎么会这么的一个准 这也没办法了 因为 这是很多散户朋友的一个宿命 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一直在台北股票市场上 一直没有能够赚到钱 的一个原因 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一路以来 从15,975点 我就一再的一个强调 我说今年的一个台北股市 绝对会跌破很多专家眼镜 今年绝对是个大行情 当时候你人在哪边我不晓得啊 如果你把大胸话给听进去 你看从15,975点开始 一路大涨来到21937点 足足大涨将近6000点 我们完全掌握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啊 然后来到的一个21937点 2200点的关卡 虽然短线在这个地方 震荡难免 因为每一次到关卡的一个时候 指数总是会怎么样 指数总是会做震荡 但是在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问各位 后市台北股票市场上 会崩跌下来吗 会崩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你想太多 为什么想太多 你想想看嘛 今年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下半年的一个 台湾警记怎么样 我可以告诉大家好得不得了 为什么好得不得了 包括我们经济部长也说啊 甚至主技术也把今年的GDP 再度的一个往上调高到3.94% 而且社会整个AI跟半导体 双体材的一个加持啊 那么经济部长也说啊 哇整个的一个 的一个工业有9成在台湾 所以台湾可以再怎么样 再吃50年 所以很显然啊 整个的一个经济 都处在这个成长向上的浪头上 既然处在向上的浪头上 那我问各位 就算短线拉回后 是有奔跌的一个理由跟道理 我可以告诉大家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那么再加上的一个下档啊 不论是啊 在21000点关卡 20883点甚至季线 为什么要谈到季线 因为每一次的一个指数 涨多一定会拉回 那拉回的过程当中 往往的一个这样 来到的一个季线 季线又代表是生命线 它也代表一个中期趋势跟方向 所以你可以看到下档 不论是在景线在季线 都具有相当强劲的一个支撑之下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 下周如果有拉回的话 有低的话 又是各位啊 挑好股买主流减评 或者一个好机会 这个看法到目前为止 没有改变嘛 所以这个行情 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不必想太多 短线会震荡 那震荡会多久 没比一个月 没比两个月 但是 经过适度的震荡换手过后 后市行情 还是会在一路的一个 精进涨上去 这个行情 今年 绝对 没有悲观看外的道理 后市行情 渴望一路精进涨到年底 这个看法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改变 但是重点 你能不能够挑到 对的陈月 对的股票 我想才是决赞胜户的一个关键 那么哪些到底才是对的陈月 对的股票 我想盘命会说话 我们可以看到哦 今天都在跌什么股票 比如说像细尾 细尾这波涨很凶了嘛 涨很凶了嘛 你可以看到细尾 细尾这波涨到什么地方 哇 从这一次从200多块 又涨到的一个393.5啊 因为搭上AIPC的体材嘛 但是股价都大涨过后 大涨过后 免不了 免不了 都会怎么样 引发获利调节 卖压的一个出容 而导致短线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震荡的波动 所以今天细尾的一个跌听板 并不意外 很正常嘛 然后包括的一个 包括的一个长龙阳明望海 今天也都是重挫 那为什么长龙阳望海 今天会重挫 我待会再好好跟大家做分享 那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 哇细光石最近 有反能上海 凌军今天也是大跌 华清光也大跌 那甚至包括双红 双红西红就不用再讲了 因为已经长太多了嘛 长太多这个时候再去追 没有意思啦 那莲花科 还有什么 还有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坤银 那今天也都是下跌下来 那莲花科今天的一个拉回 到底要不要紧 待会我们再好好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们来谈谈 像长龙望海跟阳明 你看很多人都说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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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运价报价上涨 旺季来临 渴望一路旺到年底 你这两天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 我问你可以追吗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要 苦口婆心提醒大家 因为你可以看到 股价都已经事先反映了 你这个时候再去买 在不该买的一个糕点上 今天就怎样做出大底下 你要做 很多人往往在低档不敢买 大涨上来的时候 有很多的专家又在那边 又在那边吆喝 每天看涨收涨看跌收跌 大涨上来告诉你 看好看好 接下来又告诉你 你怎么卖都是赚的 每天都只会跟你事后 事后说盘话 这对你完全没有帮助 我事情我就提醒过大家 整个印价报价的一个上涨 忘记提前来临 那股价已经反映过后 那你要提防的是什么 下半年整个的一个新船下水 那新船下水会导致什么 印价能不能够再上涨 6月印价渴望报价再增加 附加货加费 7月8月9月呢 印价能不能够再上涨 如果整个的一个供给过于需求的话 这个时候的一个印价如果下跌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已经反映过后 你怎么办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能够去追吗 能够去追吗 所以如果你最近你买这不该买的一个高点上 你要做 你的老师没办法来帮你啊 你还找大兄 大兄来助你一辈子 再来你可以看到像今天的一个连勋啦 连勋也是大兄啊 阿明会送给大家的一档的一个股票 那你可以看到喔 连勋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今天找盘9.09分 为什么基本上要市价获利全出 我市价获利全出 然后我同时再把资金转到哪一档股票 转到哪一档股票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啊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啊 当他不离预期的时候 我们不啰嗦 我们就是怎么样 把获利给他放进口袋里 我获利卖并不是说看坏他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从79块买 买进之后 然后一波大涨上来 短线才几天的时间 获利价差都已经达到三成 所以我先卖一半 然后今年一大早我全出获利了结 那获利了结之后 你看股价下沙拉回来嘛 拉回等到真的可以买的时候 当量缩价稳 只离七七弧线的时候 要买到时候再来买 还不完啦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获利了结之后 我们资金 转进到哪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啊 而且我今天连买三次 四组会也连买三次 你可以看到 有的买在69 69块半70 甚至70块出头 都不管 买进之后 哇盘中还突然压下来 嚇死人了 结果你看尾盘怎么样 收上去 尾盘收在73块 今天买通通通通都赚钱的 那为什么我买它 原因很简单嘛 第一个它是一档 ISP的一个影像 影像处理的一个业者 那当然 它的一个接单 ASIC设计接单报警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个不需要我再多说 那么重点 重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因为它透过的一个 跟日本的一个领先的一个方案 的一个 透过它的一个这样 采用它的一个平台 的一个 SoC 的一个系统芯片的一个平台 开发最新一代的一个视觉影像 的处理一个系统 那么尤其在整个的一个 多个世界的一个 顶级的一个竞赛当中 它能够脱影而出 正是跨入了 ASIC设计的一个领域 真的是不得了 所以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公司也说 它说这一次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透过的一个 跟日本的一个先进的一个 的一个融合 引擎的一个融合 那产生更强大的AI的一个影像 处理解决方案 也为整个的一个机器人 无人机安全监控 工业检测 跟行车的一个这样相关应用 带来创造更多的创新跟价值 哇真的是不得了 买了你看今天拉上来 那你可能会说老师啊 哇他手机亏钱呢 啊又没有赚钱呢 啊没有赚钱为什么他会涨 啊是不是说手机没有赚钱 就不能够买 我常说股价是看的是未来啊 不是过去啊 啊你去看看啊 啊像像机器人干练股的螺生 啊连标几根掌停板 连标几根掌停板 你自己算连标8根掌停板 他有没有赚钱 没有赚钱呢 没有赚钱 为什么能够这样标 然后呢 然后西洋呢 搭上的一个散热的一个这样 水冷散热的一个商机啊 你看这一路的一个股价怎么标 从50块出头 哇一路标到100多块 那为什么他能够标 啊他有没有赚钱 有啦可能小赚0.1啊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他能够这样一路的标涨 这已经告诉你了嘛 未来一个趋势跟方向了嘛 你要怎么去掌握嘛 股价看的是未来嘛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我 我会把联军 我基本当我全书四家婚礼了结 然后转到的一个章 转到的这一档的一个章 的一个新顶ISP的一个影像业者 再来 再来 红海今天的一个拉会 那我问各位 红海今天的拉会 到底是聚会还是危机啊 你想想看嘛 昨天红海开发说会 AI整个伺服器功不应求 我想这个都不争的一个事实嘛 然后预期整个AI的一个伺服器相关营收啊 明年营收可望突破兆元啊 而且集团营收可望上看7兆元啊 外资争相调高他的一个目标价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反而你今天你不是想要买最低吗 你今天不是想赚更多的钱吗 你想买最低想赚更多的钱 如果不趁这个股价的拉会 你哪有低点可以买 你想想看你今天你早一天跟上我脚步 你看133 142 152 166 你看今天就算拉会 你通通都是赚钱的嘛 这才是重点嘛 美国在哪里啊 但是很多人往往大涨上去 才带你去追加 追加之后下杀下来 哇又在那边担心害怕 又卖在不甘卖的一个地点上来 一天又大涨上来 是不是又要开始叫你去追了 你想想看嘛 整个的一个今年下半年 整个的一个营运要开始大爆发 明年营运整个业绩还要再跳要热的成长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趁着的一个拉会 到底是买点还是买点 包括的一个莲花科也是一样 今天跌很大 振很大不能讲跌很大 因为事实上如果它高价股 今天的一个下跌下跌50块 不过才刚好而已 那这档的一个股票也是我们 从1160块带会员票 一路赚上来一档股票 那今天那个下杀 我可以告诉大家又是机会 又是机会 你如果看技术线 哇一根长黑鸭棒 哇把它吃回来 哪一天又把今天黑鸭棒把它吃回来 你又是不是又拇指孕育 你每天在那边 哇技术面一下变来变去 就像有人告诉你 哇今天站上十字线 哇赶快往上冲 跌破十字线赶快往下冲 每天只会失货出个对你有帮助吗 股价操作看的是未来 看的是产业的一个长的一个未来 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成长 未来的一个爆发力怎么样 只要它未来的一个成长 未来的爆发力持续向上 那向上的一个股票 我可以告诉大家 短线经过的一个震荡的洗盘过后 后市还会怎么样 还会往上冲 还会往上冲 那么再来包括机家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机家 这档的一个股票 今天也是下沙的一个拉回 那我问各位 它的一个前景展望怎么样 不论是板卡 AI伺服器 包括的一个 包括的一个显卡 那么甚至包括AIPC 三件齐花 三件齐花 将要全面的一个这样 前面的一个大爆发 然后再加上的一个水冷的一个这样 水冷的一个上机 你不要忘记了 技家它也是一档 搭上水冷上机的叶子 因为它的一个技港 它的一个技港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人可能忽略了 这档股票也是我们之前 在一百多块出头 代会没有大赚特赚的一个股票 那你可以看到 外资啊 对它的一个 近明年的一个获利的展望 不断的一个调整 它平等跟获利的目标价 趁着现在股价再低档 你不满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自己去看看 你自己去看看 的一个双红 我们的双红 当时在173 270 286 300 326 我们怎么样一路 一路大赚特赚上来的 很多人都是 哇大涨上来 才来 吃米才来化修了 还告诉你它好 但是 谁在低档的时候 能够领先市场 带你来做掌握 我想这个才是重点 那么再来啊 如果说这些的一个股票 你手上 比如说 有这些股票 或其他股票 你不知道要如何操作 包括红海也好 包括联花科也好 包括技嘉也好 那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下周拉回 拉回的一个买点 到底怎么掌握 那这一波的一个掌 这一波 如果大涨上来 后市的一个目标 渴望上看到什么地方 你也不知道 如何掌握 没关系 也欢迎各位 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大胸有 都会在标股新天地 那一个 或特别的物质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还没有加入的投资 要求我更感谢 吗 只要成为我们好朋友 好事就是有花色 那么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上涨的股票 都是在哪些 包括实缩工制 是航钛跟车用 那包括的一个 冰台是自动化的一个设备 是跟实物有关 物流自动化设备 然后比较特别的就是什么 训练基因 还有训练 今天生技股 今天这两档涨停板 那资产营件 零上零上花 今天也怎么样 今天也开始大涨上来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 包括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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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的一个台南 资产营件股 那你可以看到 绘制就是生技的一个基因 所以你会发现 旁边上主軸在什么地方 除了部分的生技 或资产营件 因为生技 下礼拜有再生医疗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跟再生医疗法 有关的生技股 短线开始怎么样 有作家强谈的一个机会 然后包括一个资产营件 你可以看到 社会整个的一个股市热络 那整个的一个通膨预期 所以也带动 这一波的一个资产营件 这一波的一个火热上涨 包括了一个政策的一个价值 所以有时候 在震荡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这些 社会利多体财价值的股票 偶尔或有表现的一个机会 但是有表现 你不是叫你去追价 但是真正的主軸在什么地方 很明显还是在 FUNAI的族群 你可以看到 电子的一个通路背围 这个跟FUNAI有关 那包括的一个银管 银管我相信你也很清楚 AI速器的机壳 金层科 这个是数位监控 也是社会的一个 AI的一个加持 所以带动手机的一个 获利的大爆发 股价也噴噴点 那甚至包括银汉 这就是工具机 罗森工具机 那广运 哇 这个真的很猛 哇 前天一根爆量 下沙场黑 昨天持续下跌 因为他要死了 今天马上又活过来了 但是活过来 是不是能够追 其实我并不建议了 因为毕竟股价都已经怎么样 已经 已经 已经长高了 那 协议期也是一样 股价都已经 都已经长高了 这是跟数据的一个 冲创有关系 这是我们在之前 待会儿没有大赚特赚的 一档的一个股票 齐阳 哇 昨天跌停 今天涨停 哇 真的太门了 这是水冷山的商机 但是不管 有些股票它涨高了 不是叫大家去做追价 但是从今天的 这些股票的一个涨停 甚至轴承性警 跟新日新的一个涨停办 很明显整个多方的主轴 仍然是围绕在一个分内 就像什么 就像 银广 AI速器的一个银广 AI速器即可的银广 你看这档股票我81块买进 而且我 我也大奉私 我把这档股票 送给大家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你可以看到 最近标几根 标五根 标五根 你没有看错 标五根 今天涨停在创新高 真的恭喜大家 价差已经77% 量价结构配合还很漂亮 但是不是说今天涨停板 我叫你再去追价 没有必要 因为你真正要买是在81块 九字头的时候 而不是现在已经喷上来了 已经 我们已经大转特转 你这个时候再去追 大胸不做这种事 那你可以看到 重点是 银广黏喷五根掌兵板之后 银广第二 银广第二到底是哪一档 哪一档 渴望成为银广的一个接班人 我昨天跟他说过了 这档股票要带大家 带大家补元气 要让大家没关系 这档股票今天晓得 站在公伎花旗线上 而且整个获利的前景看 整个业绩的一个持续大爆发 第二季淡机不断手机就已经赚了2块多 预估今年全力有机会上看8块钱 甚至挑战一个股本 目前如果以一个股本来换算 本益比不过才6倍7倍 那这种股票不做 你要做什么股票 他有没有机会 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再次互赐的一个影广 借办的一个模式 你不必猜 你不必猜 你想要跟上脚步的投资朋友 没关系 你也可以透过9END 这些视讯大胸 或是你直接拨打这个电话进来 我下礼拜 下周 专人专线准时通知进场 银广第二 大胸 都大家传号 准备复制银广 飙涨的一个基因 我常说是珍珠就会花光 是好股就会花亮 只要领先别人 他就排在你后面 你怎么样领先别人 如果你认同大胸 的一个操作理念跟做法 也欢迎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那今天特别是今天是5月30日 也是公司月底结账 那到明天礼拜六礼拜天 刚好这个礼拜 那公司月底结账 如果说你认同大胸的一个理念 我也欢迎大家跟上我们的脚步 你只要在这个礼拜办好手续 24小时线上都有专任服务 只要这个礼拜办好手续 那公司特别推出这个 荣耀588的一个专案 就是要让你赢入化 并且你只要办好手续 大胸在加码 和大家保甘情 保证让你满意 满意 再办理 到底有多大优惠 那么想知道想请 也欢迎各位 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跟我们信赏 李詹人员来做个洽询的动作 0223219933 022321 QQ33 轻轻轻轻 我们明天同期时间 下礼拜同期时间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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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